根據英國媒體報導 國際科學團隊日前公布一項最新研究結果 發現了一批因為巴西火山爆發而出土的鑽石 而這些鑽石竟然是來自靠近地心的一處鑽石礦 研究發現這批因為火山爆發而出土的鑽石 具有非常獨特的駭比例 顯示它們早在月球與地球相撞之前就已經形成了 已經有超過45.4億年的歷史 比月球的年齡45.1億歲還要大 是現今最古老的保存礦物 專家表示這些鑽石大約是在地殼下 410至660公里處形成的 意味在地球形成當初的物質 仍存留在地蔓更深處 而地球的地蔓約有2900公里後 開始向下約40公里 夾在駁外殼和致密的鐵芯之間 史前鑽石的出現增加了鑽石的吸引力 也為地球形成的研究提供線索 使用鑽石大約的物質